好 那麼現在大家都在問說 這洪仲秋的這個課表 到底是怎麼樣呢 怎麼會因此而要了他的命 而你看到透過示意圖 這是我們取得的 這個禁閉式的操課表 然後再細細的去對照一下 洪仲秋它的一些操練時間 不過其實在這裡頭 也出現了有兩大疑點 包括了第一點 在7月1號所質疑的監視器畫面 怎麼會整整消失了80分鐘呢 這80分鐘的內容究竟是什麼 還有再看到的就是洪仲秋呢 他已經是坐在地上身體不適了 也就是說監視器畫面消失的內容 不知道是什麼 隨後就看到洪仲秋 已經是坐在地上 然後呢只喊不舒服 不過其實這段時間 洪仲秋的操課表 應該照理說 他要做一些例證敬禮 等等的基本教練動作 怎麼會弄傷腳趾頭 甚至還導致身體不適呢 我們再來看看 另外在7月3號這一天 洪仲秋呢 其實是在5點半的時候 嚴重不舒服的 但這時候表定的操課 應該是在打掃營區才對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掌握到的這一份呢 就是整個洪仲秋的一個 操課表的時間 可以看到呢 從早上到下午 一般來講應該是 早上做一些基本教練 也就是立正稍息 停止肩轉法的一些動作 到了下午呢 才有一些體能活動 像是養過起座 伏地挺身跑步等等 然後到了傍晚的時候 應該是要勞動服務 也就在這一段的時間 他應該是在打掃營區啊 怎麼會洪仲秋居然呢 是在被操練呢 怎麼這個跟表定的時間 都完全不一樣 到底這一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 繼續東森新聞的獨家追蹤 送禁閉室操練操到斷送性命 洪仲秋究竟受到什麼樣的待遇 根據禁閉室操課表 細細比對洪仲秋操練過程 其中疑雲重重 七月一號下午兩點到三點二十 操課表明確列出 這時候該是立正敬禮等基本教練 但這八十分鐘監視器畫面不見 再看到洪仲秋已經坐在地上 身體不適 為什麼 簡單動作竟讓他如此痛苦 七月三號根據家屬看過監視器畫面 這天洪仲秋操練時間是兩點到五點半 但若按表操課 仰臥起坐等體能活動 應該直到四點半 從四點四十到五點半 應該要進行相對和緩的勞動服務 也就是打掃 但當天五點半 洪仲秋卻已經命為需要急救 難道掃地也會掃死人嗎 都會覺得可能會有異常 游醫師的說法推敲洪仲秋的身體 會在五點半中暑命為 之前肯定有徵兆 要不是沒有按表操課 加倍猛操 就是即便在四點四十到五點半間 的確打掃舒緩 卻沒有察覺洪仲秋狀況不對 無論如何都難逃人為舒適 東森新聞林英佑 我徐家康在台北報導